新年一史 中国移民管理局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最新政策 极大程度的简化了外籍华人的回国程序 可以说是给广大海外同胞送上了一份大礼 此外 最新的2024年全球护照排行出炉 中国护照排名稳步上升 目前可免签证前往85个国家及目的地 其中不乏旅游胜地 1月11号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 国家移民管理局从即日起正式实行 便利外籍人员来华五项措施 进一步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 学习旅游的相关读点 更好的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 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五项新规的具体内容 1.放宽来华外籍人员申办口岸签证条件 对急需来华从事商贸合作 访问交流 投资创业 探望亲属及处理私人事务等 非外交公务活动的外籍人员 来不及在境外办妥签证的 可凭邀请函等相关证明材料 向口岸签证机关申办口岸签证入境 2.外籍人员在北京首都机场等 枢纽空港口岸24小时 直接过境办免查验手续 在北京首都北京大兴上海浦东杭州 萧山厦门高旗广州白云深圳保安 成都天府西安咸阳九个国际机场 推行24小时 直接过境旅客 免办边检手续 对于持24小时内 国际连程机票 经上述任意机场过境 前往第三国或地区的出入境旅客 可以办免边检手续 直接免签过境 3.在华外籍人员可就近办理签证延期换罚不发 短期来华从事商贸合作 访问交流 投资创业 探望亲属 观光旅游及处理 私人事务等非外交 公务活动的外籍人员 有正当合理事由 需继续在华停留的 可就近就变 向停留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 申请签证延期换罚不发 4.在华外籍人员需多次出入境 可申办再入境签证 在华外籍人员因正当合理事由 需多次出入境的 可凭借邀请函等相关的证明材料 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 申请换罚多次入境有效签证 5.简化在华外籍人员签证证件的申办材料 外籍人员申办签证证件时 通过对于信息共享可查询到 本人住宿登记记录 企业营业执照等信息的 可免与查验相关纸质证明材料 在华外籍人员办理亲属短期 探亲团聚类签证 可以邀请人亲属关系声明 代替亲属关系证明 纵观五项新规 可以说是每条都在直接明了地 给海外华人们提供便利 疫情期间无法拿到复华签证 回国探亲 措施重要时刻的遗憾 恐怕未来永远不会再出现 除此之外 手握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 也在2024年迎来了好消息 总部位于伦敦的全球公民 和居住咨询公司 亨利&partners 发布了2024年1月的 亨利护照指数 该指数比较了 199个国家或地区的护照 进入227个旅游目的地的 免签证情况 如果持该护照到目的地旅行 无需签证 则可获得一分 包括在进入目的地时 可以获得落地签证 访客许可 或电子旅行授权 都可以获得一分 如果目的地需要事先签证 或者护照持有人 必须在出发前 获得政府批准的电子签证 或落地签批准的情况 则会获得零分 每本护照的总分 等于不需要事先办理签证 即可进入的免签证目的地 总数量 以此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根据最新的排名情况 第一梯队的有六个国家 分别是日本 新加坡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和西班牙 总共有194分 这意味着可以免签入境 194个目的地旅游 而中国护照 在本年度的排名中 获得了85分 这意味着 可以免签证前往85个目的地 排在了第62位 比2023年度增加了5个目的地 排名也上升了4位 虽然与第一名依旧有不小的差距 但总排名的提升 终归证明 中国护照在变得更加值钱 好用 并且在85个免签目的地中 不罚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毛里求斯 这些热门旅游胜地 美国与加拿大护照 实力依旧强劲 拥有188个免签入境目的地 并列排名全球第七位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 无论是对于持有 外籍护照的华人朋友 还是依旧持有 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 在2024年都迎来了 莫大的好消息 小伙伴们 有没有想好 今年去哪儿玩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